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正在吃东西 我的包子这样放着 吃了一半突然间后面有人拉 不喜欢什么带吃 因为那个包子没有拉出去就断掉了 所以很多人跑出来追他 然后他跑掉 两个人的 穿白色T恤 二十多岁了 年轻 二十多岁 他的摩托在路旁 一个人下来抢 我的包子就是这样放住 这个包子这样吊住 这样带吊住 他从后面吊一个带 等着一条而已 他可能是拖到一条而已 他有一条没有拖到 他紧张啦 拖到一割而已 我就是商店的咖啡店 和我喜欢骂托在家里 现在是带到尸房 然后他很坏 尤其是这三星期 只有明星期 昨天,有一件事在前面我 今天,在20分钟前面,有一个事件的事件 在前面我也在前面我 在那边我坐在前面,如果我不错 有一个事件在前面我也是 昨天,朋友和女朋友被拒绝在路上 接近泰曼摩雷 所以我希望警察會經常監視這個地方 以保護人們保護安全 过来没有事情的 我以为 诶 坐了有一辆摩托这种时间 我就讲不对劲不对劲 过后走走走走走走 一看上去 哇 死了弯头哦 冲那个摩托冲过来 拿一只巴朗多 像手臂这样长的嘞 我当然是吓啦 然后我男朋友就跟我讲 快点跑快点跑 然后我很紧张嘞 就乱喊乱叫 没有人出来帮我们嘞 一个人都没有嘞 有也是帮忙在那边 喊门也没有开 一个鬼都没有咯 讲真的哦 难把我们两个被打死掉 是应该是没有人懂的咯 没有人理的咯 讲真的 这种治安 这种 现在这种马来西亚这种治安 真的是越来越夸张 现在女孩子这样子 一个人走在街上 随时随地被抢都有可能 然后过 等打电话给报警 也是摸了一个钟 一直问一直问 这么会这样这么会这样 这么会这样 问了也是很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